在裡面鯊魚最可怕 如果你把鯊魚看過牠的嘴巴 怕死人啊 一拍兩拍三拍四拍 牙齒是四五拍咬下去的 你知道嗎 如果在淡水的相關的河流 那個湖泊裡面 什麼最可怕 高雄有一個忘憂森林 最先出現了一個很可怕的東西 牠是魚 但是牠名字叫魚虎 這一隻 各位不要小看這個魚虎 你想看魚裡面的老虎 老虎是不是最可怕的 所以魚虎牠的攻擊性非常的強 而且牠的嘴巴非常的利 就像我們現在看到的這樣子 然後牠會攻擊什麼 不是只有吃魚蝦昆蟲兩雞類 連同類都吃 你就知道牠有多可怕 然後那麼事實上 後來怎麼辦處理 因為很多的志工怕 你的生態會破壞 因為牠會把裡面的東西吃到嚼 對不對 牠還這麼強 牠又沒有天敵 所以派出了牠唯一的天敵 這個是在之前隊伍魚虎的時候 發明的什麼狼 人 又是人 你知道嗎 你什麼都吃 魚虎有一個天敵就是人 牠的魚肉好吃 你知道嗎 不是那個魚肉好吃嗎 是牠的魚肉真的好吃 所以早來了 牠要釣魚的國中生 這個國中生也是不服眾望 三個月就釣二十幾位起來 三個月 二十幾位 你知道嗎 想想 真恐怖 這樣太錢了嗎 不可以開三點嘛 表示裡面有二十幾位醫生 但是這種魚事實上 那麼它包括涼拌 汆燙都很好 它近前有人把它放生在真文水庫 因為造成真文水庫的浩劫 那時候真文水庫也是 拆了好多的人 那麼用釣魚的方式 用獵捞捕的方式 對不對 想辦法要把魚虎消滅 那麼說來很可怕 為什麼呢 因為剛剛講的那個魚虎很可怕 我先想台中公園這個東西 為什麼呢 跟大魚有得拚耶 因為它叫人齒怪魚 那麼俗稱叫紅鷹板 那這個紅鷹板呢 事實上它有一個很特殊的名字 為什麼呢 它叫切蛋魚 什麼叫切蛋魚 不是雞蛋 骨魚 是蛋蛋 蛋蛋的哀愁 發生什麼事 巴布亞 牛井內亞 那麼當地的原住民 那麼他們出去下海捕魚 要幹什麼 突然間 哎呦 發生什麼事 被這樣的銀鴻板 咬住了下蹄 然後就把他的鎬丸 整個咬掉 你知道嗎 那發生了好幾次 很恐怖的 所以後來他們當地 巴布亞 牛井內亞的 這個等於說原住民 就對這種銀鴻板 非常的害怕 有一個新的名稱 叫做切蛋魚 因為它專門攻擊 你如果站在那個水裡面 專門攻擊那個地方 為什麼 不知道 可能看起來 博有引誘性這樣子 對不起 人到底是什麼 沒有錯 然後呢 可是我們要知道 為什麼要特別講這兩種魚 魚斧跟這個等於說 銀鴻板 紅鷹板 事實上紅鷹板 它兩種魚 你覺得不可思議怎麼進臺灣的 竟然一開始是因為 把它當作是觀賞魚 你知道嗎 兩種魚是都有好觀賞 對不對 你把這種魚競爭引臺灣 然後呢 又不癢了 因為牠越齊越大 攻擊牠越強 對 牠每天吃的東西好多 所以他們就把它亂放生亂丟 丟了以後就造成我們的生態浩劫 好 剛剛講的 已經很恐怖 台中公園 連228公園也有 也有怪魚 一公尺 身長一公尺叫做幽靈鱷魚火箭 好像聽到幽靈鱷魚火箭 聽到這感覺很恐怖 那麼這個叫做二雀散 那也是二十幾年前把它引進 當作一個觀賞用的魚類 那這種魚類呢 它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以後 食量越來越大 像是氣氧 不然你也氣氧要找地方 因為這種魚很恐怖 為什麼呢 因為牠後來變成貪婪的捕食者 牠看到牠要吃魚還是什麼魚 就好像 家裡有養毛小孩就知道了 有養小狗的話 看到了零食的話 咪咪都會啵啵啵 牠就像這樣子 你知道嗎 然後就突然間毫無預警 然後完全沒截肢的 又咬 你看牠牙齒 牙齒就像這樣子 所以這三種魚 事實上都是生態浩劫 而要死不死都被人家那麼不斷的 不應該的放生 就是台灣北中南都看到了 這樣的一個怪語 看到這種可怕的魚類